大牌成龙,人们为的是要投下神圣的一票 马来西亚国会大选19号登场 媒体统计目前开票结果 高龄97岁的前首相马哈迪 确定无法连任度假胜地兰卡威选区的席位 马哈迪在兰卡威只拿到6.8%的选票 让他遭遇了53年来第一次的选举挫败 这可能代表他长达70年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终点 马哈迪月初曾接受路透社采访 他说如果选输了就会退出政坛 但10月份他接受TVBS专访的时候 其实还是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伏笔 1925年出生的马哈迪 24岁就投入政坛 1970年入阁当部长 并在1981年第一次担任首相 掌权长达22年 之后在2018年又以93岁高龄当上首相 直到2020卸任 两年来担任下议员议员 直到这一次才败选 马哈迪过去所属政党 也是现在的反对党希望联盟 则已经拿下81席最多席次 虽然还未过半 但领袖安华表示 他已经取得其他政党结盟的同意 让安华有望成为马来西亚下一任首相 TVBS新闻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